上一周我们正式来一个病人 在健身房锻炼 后来在给健身教练 做康复的时候 用筋膜枪 给他的腰部放松治疗 结果因为没有掌握到正确的技巧 把他的腰部的卡后上级 包括底下关键的部位 打了以后 经过我们检查 发现皮肤皮下 有一些软组织的水肿 所以说我们 一定一定要 大家一定要注意 正确的使用筋膜枪 好 下面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筋膜枪以及常见的 正确的使用方法 首先这是我们一个主机 我们平常用的是个头 一个圆头 扁头 一个U形的头 还有一个小的尖头 我们按照顺序排列 使用的频率 由多到少 我们常用的圆头 和这个扁头 用于我们身体大部分的 四肢的大块的肌肉 包括关节周围 比如说肩关节周围一些肌肉 我们这个 这个来U形头来主要是用在我们的脊柱两旁 我们的脊柱的 比如说树脊肌 最旁的肌肉 让用于它们的放松和 治疗 我们这个小的肌肉 我们这个小的尖头来可以用我们身体周围的小的肌肉 比如说我们平常累了以后我们的小大鱼剂 小鱼剂 我们前辈的一些 比如说我们打网球 打完了以后有一些网球轴啊 有一些肌肉的酸痛啊 可以利用这个小的尖头放松我们的前辈 趋肌生肌的肌肉肌腱和筋膜 下面我给大家演示 是以筋膜腔放松治疗的一些部位 肩关节周围的一些三角肌前束 中束后束 可以是以 是用我们筋膜腔给它治疗 给它十度的放松三到五分钟 还有我们的走前臂的生肌群的一些肌筋膜 也适宜给它放松 我们的肌器分为四档 如果在我们前臂肌肉比较薄弱 筋膜比较表浅的部位是用一档二档 如果在我们的大腿的话 我们可以把我们的桥道三档四档 可以治疗我们的大腿的前面的肌群 股丝头肌 还有我们最外侧的一个 扩筋膜张肌和卡筋束 这也是容易疲劳的部位 也要慢慢慢慢反复的顺着这个肌肉筋膜的方向 来回地给它治疗 还有我们跑步健身的人群 小腿的前侧肌肉 我们也可以用我们的筋膜腔给它十度的放松 下面我们来给大家演示一下背部的筋膜腔的操作 最边上的树脊肌 尤其是我们的多裂肌 在两旁应该要十度的多给它操作一段一定的时间 但又不能伤及到它的脊突 有时候我们容易疲劳到腰山横突的地方操作一段时间 我们的臀部要把它放松放松 我们一般顺着它肌纤维肌筋膜走形的方向 给它平行这么治疗 还有我们跑跳运动 打球的健身的运动员 我们的骨二头肌 后裙的肌肉特别特别容易出现脑损紧张 所以说我们所有的大腿的后裙 是我们所有治疗的操作的重点 好 我们进入小腿后面的肥肠肌 沐浴肌的治疗时间 脚底筋膜疲劳的患者 我们可以用我们的最小的头 沿着这个足底筋膜的分布的方向 反复来回的治疗 我们最容易出现疼痛的部位在这个部位 所以说我们这里要作为一个重点的操作部位 我用肌膜枪来给大家演示 不实意利用肌膜枪治疗的部位 比如说我们的上颈段 这样打的时候 这一段很容易出现头痛头晕的症状 这是一方面 还有我们的骨头 比如说我们的网球肘的周围的骨突的 关节的周围骨突的部位 不易不易用这个筋膜枪打 还有我们的手腕 血管 来来 血管神经比较密集的部位 比如说我们的网管的周围 这些容易造成神经和血管损伤 还有我们的肌腱 肌翘 比如说我们这一块 饶骨镜头的狭窄性的肩翘炎 这周围也不时以用这个筋膜枪来治疗 比如说我们的腹腔的脏器 不时以用筋膜枪 容易导致我们的内脏的损伤 还有我们在我们尤其大腿的前侧 我们的宽关节周围 我们这里有神经血管和淋巴结密集分布 这个部位也不时以用我们的筋膜枪给治疗 还有我们的关节的周围 比如说我们的关节的古视图肌肩 冰韧带周围的内部外侧 半夜板和韧带也不太时以用 我们的筋膜枪进行治疗 他们的怀关节的周围 因为皮肤皮下 软组织比较少 比较薄弱 也容易导致 我们怀关节周围的肿胀不适 运动不可避免的会带来疲劳 有疲劳怎么办 我们就可以使用筋膜枪 自己给自己治疗 避免出现慢性的积累性的伤病 或者新鲜损伤 在省队国家队和专业的医院里边的筋膜枪 动辄几千上万 相对来讲价格比较高 我们的普通消费者 可以选择一款品牌有保证的 就跟我们买汽车一样 都要买BBA的 还有一个我们要买性价比 对我们来讲是最优的 合适的 还有一个我们要买一个 一款携带方便的 我们平常运动的时候 能随身携带带走 随时都可以给我们身体 进行治疗的一款筋膜枪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